就去看到樱桃想把它画下来 那么它画的时候呢是这样子来画的 这样画出来的樱桃好像有点太简单了吧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不一样的画法 首先用黄色和绿色先把樱桃的这个形给它画出来 画完了之后拿一个黄色开始在里面给它进行上色 上颜色的时候把樱桃上面高光的位置给它记得留下来 不要去加颜色 把这第一个颜色均匀的叠加完之后 再换一个中黄色来给它进行第二次的叠加 把它的颜色呢画得更加的均匀一点 让整体的颜色看上去更加的鲜艳一些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给它加柠檬黄橙色 橙色叠加在上面又让这个樱桃呢 整体的颜色又加深了一个度 但是我们在叠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橙色呢 在靠左边这一块的颜色会相对比较深一点 右边呢稍微给它带出那么一点点的小面积就可以了 注意橙色跟黄色两个颜色衔接面的一个处理 然后我们就拿到中黄色或者是一个浅眼的黄色 在这个浅色上面呢再来给它过度一遍 整体的给它进行一个叠加 把这个整个的效果的质感做得更好 接下来继续用猪红色或者是大红色 来加深偏左边的这一块面上面的颜色 加深了之后再用到一个粉红色 稍微给它进行一个揉合 揉合了之后还要再继续给它去加深一个红色 让整个画面上的颜色呢更加的饱和 画完了呢用到一个中黄色 在中间的这一块去给它进行一个叠加 叠加完了之后选择一个橙色 在中间这一块面上呢给它进行一个过度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的颜色对比不够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给它加红色 把颜色的对比给它做得好 用白色揉合一下这个边缘 还有高光附近的这个颜色 再用到一个橙色来画上水珠 把水珠这个地方呢给它塑造一下 把滴下来的水珠塑造好了之后 就来开始画樱桃杆子上面的颜色 用一个浅绿色打底 深绿色去加深杆子的暗部 再用深棕色稍微加深一下底下的颜色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颗彩鲜樱桃就完成了 看完大家学会了吗